近日,一块包裹着2200万年前水生虾类标本的琥珀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的石探级博物馆内亮相 此前,国际上尚无关于真虾类琥珀化石的发现报道 琥珀的发现者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陈瑞回忆起发现这枚琥珀的情景时,还十分激动 去年夏天的时候,我带了团队,然后我们收集了很多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琥珀的原石,我们在进行打磨 打磨的时候就发现了,这是一个星形的,我们看到个海岸之星一样的一个琥珀 然后我们打磨它,其实打磨一半的时候,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虫子,我们还挺失望的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那个眼前一亮,发现了一个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在琥珀里面出现过的物种 哇,那个时候就感觉像种彩飘样的,然后揉了揉眼睛,再仔细一看,这是一枚小虾 五年多的时间,陈瑞带着团队打磨研究了十万枚以上的虫类琥珀 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的琥珀里,都没有出现过真虾类的化石 陈瑞介绍说,这枚琥珀来自墨西哥 琥珀中的小虾在早中新世时期分布在墨西哥的红树林河口 所以,它们为之命名为河口长臂虾 琥珀是远古时期的树脂滴落包裹住生物而形成的 但虾是水生生物,所以陈瑞团队推测 这只虾是因为一个非常偶然的巧合,才被包裹在琥珀里面 一种是当初的环境是一个红树林的环境 那这红树林的话,它有溪流 溪流的话,冲到,把小虾恰巧抽到岸上去 然后一个琥珀滴落下来,包裹住了这只小虾 或者说,当年这个小虾受到了惊吓,一月而起 正好一个树子滴落下来,才包裹住了这个小虾 目前,陈瑞和团队已经把相关研究论文 发表在自然出版集团的学术刊物《科学报告》上 这枚琥珀不仅是人类第一次以3D形式 看到远古时期的虾,也为生物的演化提供了重要证据 这枚虾,它是属于蚕壁虾类 就一亿年前,它是在海洋里面的 而现在的这个类群,它是在淡水的 而我们这个刚刚好是在红树林 是淡水和海水交界的环境当中 也就是说我们发现的是这个类群的过渡类群 从海水到淡水的一个过渡 那么这个类群对我们很多的生物 从海水到淡水的演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证据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感谢观看